前面说韩战打出了志愿军 或者说解放军的火力不足恐惧症 老谭之一怎么看火力不足恐惧症 七个字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还是其实只是一个现象的解读 有些人认为现在是两岸70年来最危险的时刻 严格说应该没有1951年6月之前来的危险 那个时候美国对国民政府是采取观望的态度 甚至是准备要放弃 而解放军在1951年4月攻占了海南岛 台湾那时候更加的危险 那时候转进到台湾的40万陆军 仅有12万3000支的步枪 至于像火炮还有什么战斗车辆 坦克等等就严重的短缺 因为美国在抗战胜利之后 军援的105榴弹炮24个营 大概是100个连 可是1949年随军来台的105榴弹炮 只剩下一个点 台湾在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本来是真的是风雨飘摇 可是到了1950年6月27日 北韩军队攻进的南韩的首都 就是汉城 我们现在都说首尔 那个时候南韩总统李承晚逃走 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 他就透过了广播宣布南北韩统一 李承晚寻求美国能够给予协助 于是杜鲁们就命令迈克阿瑟 用最快的速度用海空的方式来军援南韩 此外第七舰队就即日起开始巡逻台湾海峡 等到志愿军抗美援朝在10月19日开始 美国对华的政策就开始转为支持蒋介石 这段时间国民政府也含定联合国 希望能够派遣三万多名的军队 开完韩国战场来支援韩战 虽然迈克阿斯战程 不过美国已经封印的两岸 认为你顾好自己就好 所以没有下文 简单的说在韩战爆发之前 在周三岛还有海南岛大撤退之后 台湾在战面上虽然有40万的大军 步枪就只有那12万多只 平均三人大概是一把枪 这么的窘迫 如果解放军那个时候真的有打来 拿下来的机会其实是很大的 可是在接受美元魔改之后 还有后来的军购 以防空导弹来说 现在台湾密度是号称是世界第二 仅次于以色列 而且看起来数量还会持续的增加 这也是相对的火力不足恐惧症的一种 讲到火力不足 这段时间听老谈分享访谈的内容 国共内战的时候 火力的优势其实是扭转的 刚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有提到 解放军拿到了很多国军的先进武器 为什么在朝鲜战场发挥不了作用 战争打的是后勤 我们过去讲过一集 就是人类最后一场特大规模的古代战争 有些人其实是有意见的 事实上当时就是用人力人海 把武器弹药粮食等等全部都推送到地线 这种运作方式是无法真正面对现代化战争 在《聂荣真传》这本书里面提到 他说严格的说 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 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 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为什么过去打国共内战可以运作 可是在朝鲜战场没有办法 最主要原因就是战争物资消耗太大了 就地补充几乎是不可能 就算是缴获了也往往被炸掉 一切都要靠从大陆运过去 这个后勤补给除了粮食军衣之外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武器弹药的供应 在第三次战役打完之后 问题越来越严重 聂荣真还专门召开了会议 研究怎么样子保战生产 这些作战所需要的弹药 所以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有提出具体的对策吗 他们的具体对策就是 后来决定要向苏联购买 60个师的武器装备 简单的说 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能力 或者说没有办法大批量的生产 所需要的武器弹药 聂荣真说 现实的情况是 人多武器少 大概有半数的人 没有办法上战场 而且志愿军在朝鲜战场 所缴获的美式武器 弹药消耗量很大 中国就没办法大量生产 所以志愿军他们的装备 必须要逐步换成苏职 连同弹药那样 通通都要一起购买 才有办法作战 但将一来至少是有武器的 是 差距有拉小吗 我们前两集有提过 1804的刘北斐 他是第二批入朝 打过第五次战役 他说他们是苏式的装备 可是他在重机枪的一个半 也就顶多就是配3000发的子弹 在开战之前 他就只有四射过一发 真的打起来一个下午 3000发就全部都打完 所以大家就抬着 没有子弹的重机枪到处跑 所以他才会说 第一批入朝的 装备是联合国 弹药不一 能够以美军打成这个样子 客观来说 是很厉害的 总的来说 就是看美援朝 在第五次战役之前 有一半的兵力 是没有武器 没办法上战场 1951年6月 第五次战役结束 双方就稳定在38线 志愿军没有再继续发起 第六次的战役 多少也与 否定不足恐惧症 是有一些关联 之后志愿军 来踩地下故走环渝战 学会了怎么样子利用 坑道公式来作为掩护 进行环渝或阵地进攻战 之后的上干领战役 就是最主要的代表 等于抗美援朝的过程当中 其实解放军也学习到了 可能跟国军交手的时候 学不到的一些经验 在冷兵器时代 有时候靠人力或意志力 武器的代差还没有那么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在现代战争 科技100%主宰了一切 解放军在看美援朝后 了解到美军的科技威力 可是也打出了弱国的信心 这个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去承认的 可是这个代价毕竟是太大 所以等到航战结束 就开始猛造大炮 搞两弹一新 还有搞原火 精确打击等等 到了2000年之后 很多装备 其实都出现了紧喷的现象 像这种精准打击 无人化 这些都是台湾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同时战争中就需要有人来操作武器 台湾要把教造提升到14天 目的就是要熟悉武器操作 就像前面一开始提到的 当时自燕军的文化水平太差 就算掳获了美军的打炮车辆也不会用 所以科技战争 能够操作驾驭武器的士兵 士官 素质要怎么样提高 这个是很重要的 剩下的就是看意志力 那你觉得双方的意志力够强吗 可以让现在的局势不被触发吗 我们不是印度神童 没办法做任何的预测 不过我是对于有的媒体引述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说台湾现在有民众因为害怕战争发生 所以已经开始预备三个月的存粮 甚至有的媒体还找到说 有人脸还弹头盔 看弹背心通通都准备好了 对于这样的报道 我个人是觉得说 就算真有其人 也可能只是极少数的个体 甚至于本人就是生存玩家 所以不管是台湾或大陆的网友 其实都不太适合把这些资讯过度的放大 或者就容易造成误判 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台湾假在中美中间 这是一个现阶段还没有办法摆脱的状况 所以很多释放出来的讯息 像老谭刚讲的 其实不一定真的像表面上那样 你与其去担心一些事情 还不如去培养观点 去拓展视角 这样你去分析一些事情的角度 就不会只看到罪表层 因为只看到罪表层 就很容易被煽动 这并不一定是好事 好 这个有的时候是故意让人觉得说 台湾都是草莓兵 又敌生路也有可能 或者说 反正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两边都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不能讲两边 应该说三边 对 领农民工的薪水 操纵南海的薪 我们就不多讲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谭兵毒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可以观看 在底下留言交流之外 也能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的Podcast 给我们留言 以及五颗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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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